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我们刚收到了从Costco买的Food Saver这款食物真空保鲜机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开箱 这个机器的系列是叫FM5400 我很早以前就在Costco看到过Food Saver的真空保鲜机 当时我觉得家里用不上 后来赶上最近,大家都在家里 每天要做很多饭 每次买菜有买的比较多,特别是肉类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空机太有用了 然后我就下单了 是从Costco Online买的 Costco这款机器也有很多机型 我选的这一款是功能比较全面的 网上有人说是旗舰款 它的体积比别的简约型的可能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大的功能多的机器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一款 我们打开这个箱子之后 有说明书 然后左边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保鲜袋 是真空机的专用保鲜袋 这个最大的包装里面就是机器了 这本书是它的产品说明书 刚才拿出来那两张纸 是一个简单版的说明书 这个是详细版的 好,我们来拆开这个袋子 看一下这个机器它的形状挺特别的 从侧面看是一个三角形 它这么设计 据说是你把那一卷保鲜袋 从侧面插进去的时候 能够方便地查看还剩下多少 我们把这些胶条都撕下来 你看,下面有一个绿色的长标签 然后绿色上面还有一个橙色长标签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两大功能 绿色的位置是切 橙色的位置是封 然后我们拿出来这个可以封红酒的酒瓶塞 还有一个装午餐或者是家里装剩菜剩饭的一个真空保鲜盒 这个盒子很轻 上班上学带饭的话很方便 就放在包里 这个是红酒的酒瓶塞 我觉得这个酒瓶塞我们家是需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开一瓶红酒喝很久很久 喝到后来已经变酸了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酒瓶塞 我觉得可以更好地保存这个红酒的风味 还可以额外买单独的套装 一套是三个酒瓶塞 我们打开这个塑料袋 里面就是保鲜袋的套装 这是一整卷的保鲜袋 可以套到机器里的 然后这个是单独的五个保鲜袋 这个保鲜袋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最后是六个已经预切割好的保鲜袋 材质就和那个橙卷的保鲜袋一样 只不过它是三面封口 一面开口的 已经封好的 方便你用 真空机的保鲜袋有个特点 就是袋子的内部都有一些花纹 这样抽真空的时候 不会两面贴在一起 它要形成一个风道 这样空气可以顺利抽出去 所以它和我们常用的普通Zip Lock的袋子是不一样的 它内部是有花纹的 你仔细用手摸 可以摸出那个花纹来 好 我们来把这个手持的真空器拉出来 这个设计还是蛮方便的 它有一根线可以拉出来 然后按上面这个按键Accessory就是开关 我之前在网上看 它可以给红酒抽真空 还有比如把干的谷物装到梅森瓶里 用一个额外买的配件给梅森瓶抽真空 保鲜袋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形的小孔 是专门给这个手持抽真空器用的 就是抽真空的时候 把它塞到小孔上就可以了 像这种袋子要放到机器里去抽 就不能用那个手持的来抽 我们来摸一摸 它里面是有花纹的 这个抽真空的时候要注意 把食物放到袋子里之后 食物的顶端和这个封口机之间 要保持三英寸的距离 也就是差不多7.6厘米的距离 这样它才可以更好地来抽真空 不能留得距离太小 所以这款机器 它可以预切割你实际需要的尺寸的袋子 我觉得就蛮好的 不会太浪费 如果用现成的大袋子来装小食物 就会浪费袋子 买这个袋子可能也不便宜 这个就是那个酒瓶三 可以用手持真空器的小探头插进去 就可以给酒抽真空了 我觉得家里除了红酒 还有一些长期不用的液体调料 你都可以用这个抽真空 这个功能真的是不错 然后这个大元件就是手动封口 这台机器本身是自动封口的 下面这个小按键是叫PulseVac 它的作用就是对一些比较容易挤碎的食物 可以一点一点的抽真空 而不是一次性完成 比如我们烤的马芬小蛋糕 就这些比较容易挤碎的食物 有了这个点抽式的功能就很方便 这两个按键分别是Dry和Moist 就是针对完全干的食物 和有一点湿气的食物的两种不同模式 我们把机器翻过来看一下它背后的电源线 左右两边有两个卡扣 把这个电源线缠在上面 把电源线先打开看一下 线不是特别的长 长度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 侧面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方便我们把橙卷的保鲜袋放进去 平时随时可以查看还剩多少保鲜袋 方便更换 这是一个可视化的设计 还不错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家FoodSaver真空保鲜机的开箱 如果您对这款机器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您给我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这段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